你覺得他最重要要改善的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說我的答案 也許其他教練有他不一樣的答案 那我們可以互相的挑戰 互相的討論 這才訓練應該要有的樣子 所以你認為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先改善他的基礎力量 基礎力量耐力 好他選基礎力量耐力 你選什麼 心跳 心跳是要做什麼 他練基礎力量耐力也會改善心跳 所以他現在告訴我練什麼 你直接告訴我練什麼 你想練什麼 主宗 就是這份課表 你有看過課表了嗎 我們訓練主宗 就是力量耐力 力量耐力 用Fusion力量耐力 大哥 那個 循環是力量耐力 原因是力量耐力 你想改變哪個選擇 他的心臟輸出 每次心臟輸出的協議一樣 不太夠 不太夠 這麼強 你連心臟協議輸出量都看不見 通常我看不太見 我不知道其他教育看不看得見 他用力通常哪一次 趴著臉 自信一點 康臉 有可能肌肉的威脅管力度不夠 所以 你從哪一點 你覺得他很有可能的威脅管力度不夠 是 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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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12 12 14的速度 速度能力 速度能力 所以你第一份課表 你覺得你訓練主軸的單元 他會高比例出現 就是主軸單元 第一份 第一份 第一份是 力量耐力跟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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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你要怎麼改變你自己 現在很好思考 很好思考 其他教練 我先講我了 我看完這一份課表 先不假設他已經32歲了 我第一份課表開了主軸 我會開速度訓練 我先講為什麼我會想開速度訓練 因為第一個 如果我開速度訓練 作為他主要訓練主 我當然不是說我都不練其他的 而是我會高比例的 可能一個禮拜五天 我會有三天 可能四天到五天 我都在練速度 會有短距離的衝刺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個這麼低的速度 就已經達到這麼高的心跳率 代表什麼 代表速度的變化對他來講 是一件非常有壓力的事情 速度比有變化 身體會有壓力 這一定是正常的 對是正常的 可是他不正常的點 是他在2.5 2.5再去壓一下 他那個速度這麼慢 可是他心跳率卻拉得這麼高 這樣合理嗎 所以顯然在一個這麼低的速度下 然後我們再回去對應 你會說 你說速度就速度 搞不好他身體的缺氧 搞不好他身體細胞壓力很大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看乳酸 他的乳酸真的有很高嗎 沒有 那會不會是他血糖造成的錯誤判斷呢 也不會啊 他血糖還是正常啊 對吧 所以當判斷這一點 如果是我第一份開始課表的主軸 我不會 就是我今天要突破他二道士 對啊 這個剛剛是一個耐力測試 對不對 可是我訓練的主軸 我會去訓練速度 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我只是就我過去訓練的經驗 跟我所學的這些系統 我去這樣子做速度分析 那我會把速度訓練 當作他第一份課表的訓練主軸 我認為這樣子做速度訓練 如果他是個年輕人 我們剛剛說把速度拿掉 如果他今天考慮看到他的年齡 年齡 那我不會把速度訓練當作指手 因為他的年齡 可能 我還沒有看到他跑步的姿勢 或跟技術 或是整體上的一些訓練習慣 但是他很有可能也不太會再改變 那 假如我們現在今天考量到他的 我們先說我剛剛前面這樣推論 OK嗎 可以理解嗎 那其他教練有沒有要補充的 合理嗎 我剛剛說合理 呵呵 心理教練 我會先問他說一個禮拜能練幾次 先問他這個問題再說 所以大部分實際情況都是要先考驗到這一點 他可以練幾次每次練多少 他的工作超不長 那如果沒有辦法執照的話 我就直接開一個禮拜跑三次的V4速度就好了 然後時間也不用長 大概十分鐘就好 因為很可能二十分鐘會跑不完 那如果有多的空檔的話 再去跑V2這樣就好 因為這樣子的練法 很可能進步不會那麼的明顯 但是 有一個好處是他的皮靈雷劑比較不會那麼多 對我來講是保險的 保守的 那保存會進步只是 應該不會很快很大這樣子 所以這是思考點 所以今天我覺得我跟心理教練 就是我們提出來的看法 你都可以去思考 你是一個保守型的 然後像我就 我根本就不管他人都配合幾個 你就知道他每天配合我 所以我們跟思維不同 所以你身為教練 你會有很多人都會訓練狀況 但是在耐力訓練上的時候 你要去找到這些問題 OK 那剛剛你們講的那些 循環式力量耐力 要去改善他力量的特質 其實都沒有錯 都沒有錯 其實這些也是他需要 只是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你最值得你投入很大的心血 那件事情應該就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訓練的弱體 那加上他可能在力量的直上 也不是這麼好 所以如果今天考得到他的年齡的話 我的速度訓練可能就不會是主重 那我可能就會變成重量訓練會是主重 因為我做了重量訓練 只要我第一週訓練完之後 我第二週稍微調整一下強度 他力量的特質也會轉移到 有一部分會轉移到他速度上